Togger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何惟劍 其實這張專輯是花了這麼久的時間的原因 是因為我這幾年都有點不務正業 就做了一些其他 就是追求一些其他我自己喜歡做的一些事情 好像當導演啊 然後還有就是創作啊 就是在幕後的這一塊慢慢的發展 然後在同時也在籌備專輯 因為你們看動作的時候 你們應該知道每一個動作 基本上是跟歌詞有關的 因為算溜溜啊 就是溜溜 然後Lemon Tree也有 哦 剛發現這個是溜溜 哦 你們知道嗎 看這麼久 看溜溜 你看嗎 我還以為它只是一個寓意 是溜溜的 真的很容易耶 就是五分鐘內肯定 嗯 可以學的會 因為每個動作就是 太多美麗 嗯 就是太多美麗一定會是看作天空 然後就 啊 啊 啊 然後充滿香氣 香氣 香氣 就芬芳 香氣 然後在你的心裡就不用說了 嗯 然後就酸溜溜的 嗯 然後就剝開羞澀的外皮 嗯 那這個就要仔細一下 嗯 因為這顆檸檬 甜甜的 然後就是 這個檸檬竟然是甜的 嗯 所以你就這樣 哦 甜的 不好意思 其實一直 一直都 希望就是可以找到一位 嗯 可以跟我一起 同甘共苦的 一個對象 因為 嗯 這麼多年來 還是沒有辦法找到一個 就是 可以願 就是希望 還是可以找到一個 可以願意 呃 陪我就是 我們可以一起 跟對方 支持著對方 走 我們自己的 路的 一個對象 因為通常 到處飛來飛去的 麻煩的地方就是 呃 女生會嫌 男朋友一直不在身邊 對 所以這點 這是 暫時沒有辦法解決的 一個問題 哇 你知道 家裡有兩個外甥女孩 都已經忙不過來了 然後現在 如果再加上自己的孩子 可能 哦 可能不得了 可是 我就是希望 呃 最 我覺得男生 但是 可能好處就是在這邊嘛 就是 呃 如果還是很喜歡小孩的話 也不用太擔心 年齡的這個 關係 所以 對我來說還 好 我當然也希望就是跟 之後如果有孩子的時候 那個 那個代溝不要太 太大 但是其實我的心裡 真的是還是很同心 所以 所以 應該 呃 就算年紀之後 搞不好 五十歲再有孩子的話 我是打個比方而已 OK 沒有這麼嚴重 現在暫時沒有這樣子 的一個想法 可是 就算就是五十歲 呃 我還是可以 我覺得我還是可以就是 跟我自己的孩子 達成一個 共識 就是 代溝不會太嚴重 因為我都是還一個是蠻 趕得上潮流的一個人 呵呵 湯薇 我非常喜歡他 因為我覺得他很聰明 對 然後我覺得 我特別對 非常有 呃 想法的女生 呃 很容易被他們吸引 對啊 有的話 你們還不知道嗎 你知道嗎 就是 基本上 朋友 朋友之間 認識很多年 嗯 所以 就是 反而是希望 這些人可以 介紹一些人給我認識 呃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不做這種事情 你知道大家其實都有 自己的朋友嘛 對不對 好像 好像之前 潘加利有跟我說 他說 約會是可以去約的嘛 為什麼你不要去 就是去約約這樣子 對啊 對因為他 就是我們有 就是坐下來討論 就是 呃 通常我們也是有 這樣子的一個對話 那就是好像 彼此就會說 哎呀你不怕被 就是被人家發現什麼嗎 如果你去交往 還什麼 那約會還是可以約的 然後這點我其實 自己也覺得 是對的 就是不要去約束自己 因為這些東西是 你不知道有時候 你一定是要有接觸之後 你才會更深一層 你知不知道有沒有辦法 再繼續下去 所以我們還是很努力的啦 再 再那個 去找對象 這回事 哈囉大家好 我是Derek 各位見我發行了我最新專輯 在TALK下面的這個封面 叫做檸檬甜甜的 然後這個 這張專輯其實我是 花了很長的時間才製作出來的 然後整張專輯有一半的歌曲都是我製作的 然後再加上創作這一方面呢 十首裡面八首是我自己有參與創作的 所以這張專輯對我來說突破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因為基本上呢 現在歌曲都可以不用下載都可以聽得到 所以我也只是要求希望大家可以去試聽這張專輯 然後當然喜歡的話一定要去支持一下 謝謝 謝謝